那我們這一組做的是Live 歡迎名稱叫Live 那中文就主播台 那最近發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嘛 那這件事情蠻多的新聞媒體都有所報導 可是呢不是每一間新聞媒體 大家都新認嘛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他就自己拿攝影機自己要拍一拍 那自己拿攝影機來拍的這些人 他有些人可能拍到一些比較真實的畫面 那也可能會拍到一些比較溫馨的畫面 總之因為很多很多人拿起攝影機來做拍攝 那其實大家在做這些印象 其實就會遭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麼多的這些攝影的一些Source 那怎麼樣子可以被Egg給在一起 怎麼樣子可以好好的被集中在一起 讓需要的人想要看的人可以好好的看得到 那這一次呢就有GinVidium的Date 有這樣的一個用HackFord做這樣一個網站 其實第一次嘗試適合的去Egg給把這些Live的一個Streaming把它收進來 這樣子 那有這樣的一個網站這樣的一個EggGator之後呢 其實對於這種這個運動的一個推廣是蠻有幫助的 但是實務上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有時候那個畫面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沒有畫面了 因為Something wrong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啦 但是呢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因此我們需要某種機制能夠讓大家可以協助就是說 幫助這個在這邊拍攝的人能夠知道說 他今天拍攝這個訊號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那因此呢我們就做這樣的一個分析跟設計 那也謝謝阿修帶來強大的一個工具的一個資源 那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設計就是說 一樣是HackFord Based的 但是呢我們再點到這個那個畫面 那個什麼Streaming的Live Streaming的畫面的時候 下面會有一個Bar 那任何人在看這個Bar這個Streaming的時候 他如果說今天畫面黑掉或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即時做一個回報 那有了這個回報之後呢 任何人拿攝影機的資料人 他可以到右下角去把 針對到他的畫面的那個右下角做一個訂閱之後呢 那我們希望說那個任何這些每個人的這些回報 都可以通那個 這些腦裡應該就可以送到那個攝影機的那個拍攝的人 那他就可以知道說當今天畫面黑掉的時候 能夠怎麼處理這樣子 好比說今天那個黑松大家來這邊 謝謝程式然後吃吃東西 然後聽聽音樂 對那但是呢 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理論上事情會很美好 但是實際上還是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我們都是 預設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有可能會有人來亂啦 那我們會希望說把 來亂的那個攝影機把它關掉 所以呢我們會有這樣一個機制 是希望說我們到時候 任何活動會有一個審核的介面 然後來審核說哪些活動要被 H給到這樣的一個Apple的上面 然後甚至是說呢 這些攝影的人他可能會做排班 第一有人直上午班有人直下午班 那把這些那個攝影呢 我們最後在這樣的一個Apple上面 去做一個連結的一個整理之後呢 然後有一個History 然後未來我們就可以出這些那個 活動的一些紀錄這樣子 那Live Demo一下 這其實 感謝村長 有東西可以demo 那這是 這是一個假的一個Apple的 那各位看到說 假設這邊是Live Stream的話 那這邊會有一個黑黑的 這塊黑黑的 這塊黑黑的就是到時候 我們要把那個Bar的那個東西 把它內牽進去 然後到時候呢 這個Bar內牽進去之後 我們資料會送到 Google Analytics 然後把那個大家 那個點選那個畫面很好 或是畫面很糟的訊息 把它收集起來統計之後呢 另外再寫一些Buds去做什麼 可以選這樣子 時間到了 好 好 謝謝啦 加速加速 好 其實有一個哏 Live Demo跟Demo一下Live 然後最後就是說 會有一個網頁去 做了一個網頁 讓大家來輸入 要被直播的這些網址 謝謝